大家先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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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辞 我今见闻得受辞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法师各位去世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讲到西 好 阿弥陀佛 我请他们写到这里就可以了 没关系 好 应该再来写 好 那我们是上到 可以 我们是上到这里 无名亦无名进来 这位老师 我现在写这个是要跟你们讲 这是有一个 其实它分就几段 那么这里是义佛如是 到这里又是一段 然后 不生不灭 不争不见 事故空中无收 神灵无神灵无处 神灵无神灵无处 这里是一段 这乃至于事件 这是一段 好 那我们现在要讲这里 无苦即灭到 无知亦无得 因为等一下要整个来看 现在先讲 无苦即灭到 无知亦无得 事地 无苦即灭到 前面这边是缘起 我们现在先大概来看 就是 他讲信空 那么信空里面 是一切法空信 所以他从五印开始讲 然后这个五印里面 不亦不亦 那么从整个法来讲 诸法 那么来讲 他从字体上 那么从他的性质 这是导师说的 从字体上 不生不灭 他的性质上 不够不近 他的数量上 不增不减 那当然我们等一下 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所以 这个一切法空信中 就 五印 色受想行事 五印 六处 十二处 十八戒 这是一般 一般的分裂法 叫做运触戒 那么从这里 从这里都是有违法 这里过去都是有违法 那么这边 这个志跟德 基本上是无违法 或是无漏法 那么这个缘起跟四地 缘起跟四地 基本上是 佛法里面 所谓 从有漏到无漏 从有违到无违 从有我到无我 的一种说明 那我们修行 那我们修行 基本上就是 从有漏到无漏 从染到剑 扎染到清剑 从有烦恼到没烦恼 那么从巨乎反乎 到这个烦恼断剑 正阿罗安 那么这个是一个 从有漏到无漏 从有违法到无违法的过程 那现在先来讲 包括缘起 缘起跟四地都是一样 所以它这里 大概就是一端 这是缘起 那么缘起 主要有流转跟缓灭的 那流转的就是有漏的 缓灭的就是无漏的 那其实是这样 那所以 无明到老死 无明进到老死进 那这个是缘起 那苦极灭道也是这样 那么缘起基本上 是竖着讲 缘四地是横着讲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是苦极灭道 那我们讲到这里 应该讲到这里嘛 没错嘛 那先来讲苦极灭道 那么苦极灭道里面 它就有一个地 地就是真实 正确 真实 不虚 那么苦地 极地 道地 灭地道地 那 这个地都是真实 那么苦 我们一般来说 苦 那通常就是所谓的 三苦跟八苦 那三苦 那么苦地的意思就是 世间真实是苦 世间真实是苦 所以 所以 佛法里面讲 世间是苦 真实是苦 那这个世间 当然包括 主要就是我们这个 身心世间 五蕴事间 真实是苦 那么 世间之所以有苦 一般我们讲 一般我们讲苦 我们先来解决这个苦 苦上次我们有讲过 它通常就是简单的讲 叫做三苦 那么 从人来说 它叫做八苦 那三苦 那三苦是从友情讲 这个世间基本上是 主要是友情世间 世间我们讲过 有三种世间 那么 其实主要是友情世间 就五蕴事间 那么五蕴 其实是友情中的人来讲的 那 如果我们 如果我们要 想 就是简单的分析 可以这样讲 五蕴事间 友情世间 这个我们都有讲过 不过我们 重复讲是没关系的 国土世间 那五蕴事间 就是身心世间 这时候想行事 那么 如果简单讲 其实就是友情 跟国土 国土世间 那么友情世间 有六道 天 人 或者讲五道 讲六道 就是多一个阿修罗 那么也有讲五道的 然后 鬼 鬼通常都讲恶鬼 恶鬼占多数 那么畜生 地狱 这六道 那么 人 人的五蕴 所以佛法基本上是对人说的 色作响情是 沿着彼着身体 这个也是对人讲的 那么一般我们讲 五蕴事间 友情事间 国土事间 那国土事间 这个是一报 这个是正报 那一报是随着正报这样转的 你身为天 就自然有天上的国土 清界 快乐 你到地狱就自然有 这个门火 刀山 油果 你到恶鬼 自然有浓血 这些状况 但是我们一般讲 就是五蕴事间 友情事间 国土事间 那么这个世间 整个来讲 都是苦的 那你说天上不是热吗 那我们现在去从三苦 这个八苦 八苦基本上是 八苦是哪八苦 八苦基本上就是 生老病死 这是生理上的 生老病死 你要不要都会有 而且这个也是就人来说的 那么天上或是无色戒 他不一定有老 不一定有病 但是他一定有生有死 而且他生跟死也不一定苦 生老病死 然后愿正慧 就是人跟人 爱别离 就有爱有恨 爱别离 求不得 就生活上的 人情上的 生理上的 这个是心理上的 求不得 那么总说 总说 为什么会有这一些 五蕴赤胜 身心不断的变化 他就会有这一些 不断变化才有生老病死 这些东西 那么五蕴赤胜 从生到死之间 他就是有这一些 五蕴赤胜 像火一样 不断在燃烧 不断在燃烧 那么燃烧的材质 这样就是业 烦恼 好 那么这个是苦 真实是苦 那三苦是从 有情 六道有情讲的 这个是从人讲 依人来说 依人而言而说 这个是依有情而说 三苦是依有情而说的 人都有三苦 但是 不是所有的 有情都有三苦 那么苦苦 坏苦 贤苦 大概的说 苦苦就是 他本身就是苦 比如说肚子痛 比如说病 这一些 坏苦是 他本来是好的 后来变不好 儿子很孝顺 后来不孝顺 就是他变 变坏了 就是他变址了 那么他变坏了 变坏了 那么他变坏了 原来 但是苦他本身就是苦 那行苦是 行就是无常 无常迁流 他会产生苦 那么就好像 你这个境界 也不苦也不乐 但是时间过了 他终究会变成苦 那么最明显的就是 比如说 无色界 无色界的天人 时间到了 那么 掉下来 他就会产生苦 因为时间 他一定 他不会一直保持那个境界 一直保持那个境界不苦的 那个叫涅槃 如果你没有正涅槃以前 那么都会有行苦 所以 从这里来讲 三界都有 欲界有苦苦坏苦 行苦 欲界 欲界有苦苦坏苦 行苦 欲界三个都有 色界的话 坏苦跟行苦 无色界就只有行苦 无色界的友情 就欲界色界 无色界 基本上是这样说的 好 那么 从事间是苦 这个道理来说 那么 因为 因为 他终究会变 他本身是苦 他本来不苦 后来变苦 他最后一定苦 那么从这个地方来讲 这个就苦苦坏苦 寻苦嘛 就好像 那你牙齿痛 你去拔牙 牙齿痛会苦 那么你要拔牙 他 本来 本来不会痛的 后来痛了 这一颗痛 拔的是苦 那这一颗不痛 他不苦啊 他也不乐也不苦 但是后来 他还是会痛 有一天会蛀牙 那么你在打麻醉药的时候 他不痛 麻醉药退去了 他又痛了 那一样 那经过时间 他一定会 他不会保持同样的 那么 欲界色界 无色界 三界 那三界一定都有苦 就是 至少有行苦 所以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世间是苦 你说世间 你有不苦的 是 但是从这个角度讲 所以才会讲什么 无常顾苦 因为行就是无常 它迁流 无常迁流 不断变化 迁流就是 它不断的改变 不断的改变 就是无常 迁流变化 其实它就是无常 生命生命 迁流变化 不断的换 所以从这个角度说 世间是苦 三界是不离开世间 它基本上 就是在三界里面 所以我们叫做三界内 也因为这样 所以讲无常顾苦 所以佛法有时候讲受 通常我们讲受都是三受 苦是一种苦受 苦受 它是一种受 当然 部派讲它是一种法 这个等于在我们再来讲 所以波罗间基本上是在讲法空的 等一下再来讲 现在一般来讲 我们说苦是苦受 那么受里面主要有三种受 叫做苦 热 和舍 舍就是不苦不乐 也不是苦 也不是热 这是佛法说的 那么有时候讲两种 就是身受跟心受 就是身跟心 但是因为身心无断无常在变化 所以它最终还是苦 有时候热有时候苦 有时候不苦不乐 但是最终会苦 就是这两受 如果讲一受 一受那就是苦受 所以三法应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涅槃其境 一切法无常 那么就是诸行无常 一切法无我 诸法无我 如果再加一个进去 就是诸受是苦 就变成四法应 也有这么说的 诸行无常 诸受是苦 诸法无我 涅槃其境 那么也有这样讲 所以这个苦受 它基本上真实是苦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 因为你即使在无色戒 无色戒完了 即使在飞翔飞翔 八万大劫都不受苦 八万大劫后 还是会再受苦 到色戒或是到欲戒 那么会有坏苦 会有刑苦 那所以从这个角度说 你不断 有时候在欲戒 有时候在色戒 有时候在无色戒 那么换来换去 怎么换 你出不了三戒 那么它就是苦 所以从这个地方说 从这个地方说 真正的苦 我们有时候讲苦 又有分 又有分 所谓的苦 又有分 所谓的现世苦 现世就有这些八苦 生老病死 因为这会爱别力求不得 有特别是病 有现世苦 通常以人来讲 当然地义它存苦 没有不苦的 只是苦比较重 还是比较轻 那么来世苦 如果我们这么讲 就是有现世苦 来世苦 还有一个是什么 轮回苦 其实就是究竟苦 究竟就是你出不了轮回 你就是一直苦 没有离开过苦的状态 所以真正的苦 是轮回 真正的热 一般我们叫做 极热 真正的极热 就是解脱 到边 不会再苦 究竟了 不会再苦了 所以热也有分 现世热 来世热 究竟热 究竟热 就是解脱热 究竟苦 这个叫究竟苦 究竟都是苦 到究竟你就是受苦 我会想会会想 八万大姐不受苦 但他最后还是苦 究竟苦 究竟苦就是轮回苦 究竟热 就是解脱热 现世热 来世热 究竟热 从苦相对的热来说 现世苦 就是我们现在所受的苦吗 像现在疫情 你们就知道很苦 那一样 来世苦 今天苦 明天可能还苦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 像我们现在也会觉得 疫情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 你就会觉得很苦 出去也不是 不出去也不是 那么 做也不是 不做也不是 那么 来世苦是什么 来世苦是 你会 基本上这个是 剁到三二道 因为你还没有正 无声法人以前 没有正见真上以前 你是有机会 剁三二道的 就好像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得到病 就中到病毒都有可能 但是还没有以前 就是你还没有免疫力 完全就是不会 不会中以前 它是有可能 那么你没有正无声法人以前 你都有可能在三界里面 不知道转到哪里 不知道 那你只要在三界内 你就离不开苦 你就离不开苦 那你正出国 二国三国的 至少没有三二道苦 那还有欲戒 色戒的苦 无色戒的苦 但是苦里面比较苦的 苦里面还有分程度 分轻跟重 三三道的苦比较轻 三二道的苦比较重 那么二道里面最重的是地域 地域里面最重的是大地域 又有分 无间地域 就是那个苦没有停过的 受苦的时间 受苦的那个 没有停过的 那个更苦 所以它还有分 所以这个苦 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 这个苦 佛说这个苦是真实的 那苦是一种现象 其实苦极面倒很好用 我们先大概了解一下 它就是真实 真实的 苦是一种苦受 不过后来部派讲 苦不一定是苦受 它是一种苦法 它真的有这种法 所以苦地 极地 灭地 道地 四地里面都有它的自信 自信就是它本来就存在 它一直存在 它没有改变 它有这个法 这个概念有些人不太容易理解 我们先把这个 一般的四地讲 然后再来讲 波罗尔金要对峙的 他不是讲 那怎么没有缘起呢 我们不是建缘起吗 怎么没有四地呢 我们不是正四地吗 怎么会没有呢 他不是说没有四地 他是说没有 自信的四地 四地的自信 就像苦 它有一个苦法 这个苦法是存在的 你才会感受到这个苦 那么这个 这个其实就要说到部派的概念 但是我们这个等一下再来讲 我们先讲这个四地 四地跟缘起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如果你能够掌握四地跟缘起的概念 基本上你就可以离苦 为什么这么讲呢 很简单 我们现实发生过很多东西都会让我们受苦 每一个人都有 我相信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 不可能没有 那么通常的苦不离开 几个范围 就是 我们叫做人情上的苦 比如说愿正为爱别离 这一部分的 这个比较是生活上的苦 求不得的 这是人情上的苦 这个是身体上的 你自己身心上的苦 这个是你跟别人互动产生的苦 这个别人可能是 你的同事 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 你的兄弟 那这个是存在你自己的 这个是你生活上的苦 求不得 好 那么我们都有苦 因为佛法是从苦开始的 有苦才有这四地 没有苦就没有四地 为什么 我们先理解 就是说 这个急就是苦因 就是你了解这个苦 你要觉察它的因 苦因是什么 到底是因为什么受苦 像以前的人 像现在如果瘟疫 以前的人就会觉得是瘟神 有瘟神啊 那瘟神就要什么 要送瘟神 就要举办那些什么法会 或举办什么把瘟神 像我们我们住台南 那个海边 现在还有就是那个王爷 好像几年会建教 就做那个做教 就是那个 我们叫做做法会 法会 他们不知道叫什么 做教 不知道叫什么 然后他们会一样会有一个送瘟神的仪式 那有一点像 其实我看我们的那个水路 我会也是好像类似像道教送瘟神的方式 就拢拢到海边 然后把那条船送出去 然后上面送很多东西 把瘟神送出海 以前我们小时候常常参加 那么以前的人会认为 我们的病来自于瘟神 我们的福报来自于天上 所以要常常要拜天 然后天可以四福 天官四福 然后把瘟神送出去 把不好的送进去 赢财神吗 把财神赢过来 那么这个就是 我们叫做非因即因 他不是这样的 所以你解决不了问题 那佛法是正确的看待 你的苦从哪里来 那因为佛法是就人来说的 人一定有苦 有情 他有这三种苦 那么人 这三种苦都有 那么 这个是分类而已 那么细说大概是这样 那么再细说就无量无边的苦 非常多了 不止这些 这个也是概说而已 那么我们为什么说苦地非常重要呢 因为我们都会感受到苦 可是我们用的方法都是错误的 那么我们说过 现在最常见的问题就是 比如说人情上的 那人情上的 比较有问题的就是家庭的 那家庭的基本上离不开三种现象 离不开啦 就是亲子关心 亲子关心也有分 上对下下对上 对我的父母 对我的子女 子女跟父母 觉得这个父母老骨板 或是说父母都偏心 大部分的子女都会认为父母偏心 不管你是男的 女的都会觉得 比较疼哥哥 比较疼妹妹 比较疼弟弟 反正都是这样 子女大部分都会这样想 那父母当然对子女 他也会认为 这个比较孝顺 这个比较听话 这个比较乖巧 反正非常多 那么彼此之间 他因为是不同的个体 他不同的价值观 那么不同的观念 他会产生不同的落差 那么落差越大 痛苦就越大 比如说我是做父母的 我就会觉得 做人家子女的应该怎么样 那我是做人家子女的 会觉得你是我的爸爸妈妈 你应该要怎么样 那这种奇怪没有被打成 他就会产生落差 那么久了久了就会有怨恨 就会有痛苦 那么这个是人情上的 这个是亲子关心 那么很少人没有这种苦的 那么再一种 再一种就好像 我们说说 所有的父母都不能满足 所有子女的期望 那么所有的子女 也都不能满足 所有父母的期望 很少 很少了 除非那个父母想得开 或是那个子女想得开 他不要求 他要求自己 那么另外一种 我们说亲子关心的 上对下下对上 就是你跟你的父母 你或你跟你子女之间的痛苦 这个是很多人都有的 还有一个就是 平辈跟平辈之间的 比如说兄弟姐妹 朋友之间的 同事之间的 或是在公司 对下属 对上司 那也是 不过就是亲子关系的 家庭里面 家庭里面基本上就是 父母对子女 子女对父母 然后兄弟姐妹之间 然后再来就是亲戚朋友之间 大概这样 他一定都有苦 我很少看过 或听过那个没有问题的 没有痛苦的 多多少少都会觉得 怎样怎样怎样 怎样怎样 这个是比较常见的 所以他就会产生 所谓的运政会爱别离的事情产生 或是有求不得的事情 那么这种苦 就是我们大部分人 都会感受得到 而且天天在发生 也不一定是天天 但是就是常常在发生 那么问题是 我们怎么解决 就是你有学佛跟没学佛 差别就是 你看待事情的角度不一样 你解决事情的方法不一样 那不一样是因为 佛法是正确有效的解决问题 那你要正确有效的解决问题 你先必须了解这个问题 了解这个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就是你要看到他的实相 就是真实 这个事情实际上 比如说有病毒 比如说现在有瘟疫 那么你要知道 瘟疫实际上不是来自于 上天的惩罚 瘟神或是地震不是来自于一只地牛翻身 不是这样 他纯粹是一种现象 你要正确了解这种现象 他的成因是什么 那么苦是一种现象 好像打雷是一种现象 月云就是 就是那个月时 就是那个月亮 慢慢慢慢被太阳遮住 或是被什么遮住 看不见了 月时日时 它是一种现象 那你如果不知道 你就会产生害怕 或是会病急乱投影 那 因为佛法都是从苦开始的 佛法就是灭苦的方法 把苦完全灭掉了 就是涅槃 他就是这样啊 所以苦即灭到 灭苦就是苦产生的原因 这个是苦 苦产生的原因 真实事件是苦 真实是苦 那么你要先了解 是不是苦 如果你觉得不会苦 那你就不会去灭苦 不会想办法离苦 那你现在不苦 不代表你未来不苦 你现在这个苦 你可以忍受 不代表未来所有的苦 你都可以忍受 所以你要 佛法我们讲嘛 一个就是问题来的 解决问题 问题还没来 要预防问题 它基本上就是这么 预防解决 我们遇到的问题 跟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解决我们现在的苦 预防我们未来的苦 让苦减少 让苦不再发生 那么 这个是佛法的作用 那么你学习佛法 你就必须要学习到 佛法中灭苦的方法 可是我发现很多人 学习佛法 他并没有学会灭苦的方法 他所有的灭苦的方法 都是什么 我念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般我灭苦 我念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帮我解决问题 都是这样 我念文书菩萨 文书菩萨给我智慧 我念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帮我超度 我的亲人 我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在我 要离开的时候 让我离开这个痛苦的世界 你的解决方法 就是靠佛菩萨 你要福报 念观音菩萨 给你福报 你要离苦 念观音菩萨 让你离苦 你要离开这个三界 念阿弥陀佛 让你离开这个痛苦的三界 好像什么事情 都赖给佛菩萨 这个是错误的 佛法不是这么讲 佛法它通常就是 你的问题在哪里 苦 苦就是问题 你的问题在哪里 你要去思考 而且要如理的思考 如果你想错了 一样就好像你觉得 你这样 比如说现在疫情 那么你就要知道 它是透过什么传染的 它如果透过呼吸 它在空气中就会传染 你就要戴口罩 如果它是透过血液传染 你就要注意不要 比如说艾滋病 它呼吸不会传染 但是它靠血液会传染 比如说狂牛病 你就是吃牛肉得来的 你不吃就没有了 类似像这样 所以你要正确理解它 你不会有无畏的恐慌 跟害怕 不会 那你知道要怎么样 怎么样看待这个问题 知道要从哪一个角度去努力 你可以预防 甚至解决 有些不能解决 会减轻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是佛教给我们的方法 那么你如果学会了 其实遇到很多问题 你会冷静的思考 第一个就是冷静 第二个就是思考 而且是正确的思考 我们叫做如理思维 而且这个思考要很深入 我们说过要如理思维 专精思维 要硕硕思维 你要很深刻的 深刻的知道这个道理 那举个例来讲 比如说 其实这个可以用在一切现象上 我们的生活 比如说我们要懂佛法 一样啊 之前我们讲 其实佛法的根本是什么 无我 生死 因为生死是由我 那怎么正得无我 佛为什么讲无我 那你也知道 那佛讲无我是一种现象 那么他这种讲无我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针对什么 他的因是什么 他为什么要讲无我 那波勒经为什么要讲空 他是针对什么讲的 他是要解决什么问题 他是发现了什么问题 有我是问题吗 有我为什么是问题 他发现了什么问题 那么他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你看 一样啊 我们学习佛法也是这样啊 你要了解 了解佛陀为什么这么讲 佛陀 佛法不外律就是法跟律嘛 佛陀为什么要这样讲 他是在解决什么问题 理清什么观念 预防什么样的后患 有没有 那么 为什么要制这个鉴 他是在解决什么问题 解决现在的佛陀子 什么问题 预防未来的佛陀子 会发生怎么样的问题 他就是这样啊 那你不从这个角度去看 你很可能 戒就变成戒进去 法就变成什么 法变就变成 也一样非因即因非果即果的戒进去 你就会变成这样啊 那一样啊 即使我们讲波罗经 我们都要讲嘛 那佛为什么要讲无我 波罗经为什么要讲空 他为什么要这么讲 写这个就是要告诉你 他为什么要这么讲 他为什么要用这个次第来讲 那基本上都一样 所以苦即灭道跟缘起很好用 那么缘起是更深入的去发掘他的因 因为他的因 他这里只是简单讲苦的苦因是什么 那缘起就是一层一层一层 把它看清楚 看详细 一个步骤一个步骤 一层一层一环一环 你都把它深入看清楚 那这个是概说 简单的讲 苦跟己 它是生死流转的吗 灭跟道是 是还灭的吗 就是解脱了吗 好 那么 所以苦即灭道四地都来自于苦 苦地 所以这个叫做苦 这个是苦因 生起苦的原因 这个是苦灭 灭苦 苦灭掉了 没有苦 没有苦必须要有灭苦的方法 那一般我们都讲苦即灭道 是从因果上来讲 这个叫做果 有肉的果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 据舍论它怎么样说这个 有肉的果 有肉的因 这个是无肉的果 无肉的因 那如果我们从修道的次第来讲 它可能就是 苦 你发现问题 你找这个问题怎么形成的 那么你想要解决问题 你知道解决问题的方法 那么也可以讲苦即灭灭 你透过修道 就是知苦 一般我们说 知苦 断极 然后正道 那修道 修道 然后正面 灭必须透过正确的方法 修道才能达到的 修道正面 它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道理弄清楚 想清楚 你把缘起 其实你只要把缘起的道理 那缘起简单讲 生死的 还灭的 基本上就是苦即灭道 那么苦即灭道很好用 即使在解决 你说佛法好像不太能够解决 我们生活上的苦 感情上的苦 身体上的苦 可以 真的可以 它不一定能够完全解决 完全解决 所以你要正阿罗患 才完全解决 但是它至少不会在苦上加苦 或是会缓解 不会那么苦 通常我们会苦上加苦 就是你不知道解决的方式 那所以它就会问题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严重 吃这个并不能解决那个问题 结果你以为吃这个解决问题 导致于病情恶化 或是血上加霜 包括亲子关心 我们说过我们的苦多数的人 来自于家庭 来自于家庭 亲子关心 夫妻关心 或是兄弟姐妹的关心 通常家庭就这三个状态 那也许有些人是婆媳关心 就是说你跟亲子关心 就是长辈跟晚辈之间的 那么平辈跟平辈之间的 兄弟姐妹之间 那也会有 那么通常这种苦多数 我发现是多数的人都会有 从兄弟姐妹里面 有的有的没有 没有也产生苦 只有自己一个没兄弟姐妹 他也会产生苦 那么有不是兄弟姐妹 因为彼此之间观念不一样 有的比较贪 有的比较无礼 有的比较蛮横 有的比较什么 反正个人不一样 那么 彼此之间又不能不相处 又不好相处 那么就很麻烦 所以多数的通常都是父母走了之后 就比较很少往来 父母在的时候 兄弟姐妹 父母不在的时候 就大概就是陌生了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 基本上 基本上我们先了解 这个都是苦 这个都是苦 那么这个有办法解决吗 很多人觉得 佛法不是解决这种问题的 佛法是解决生 很多人会这样觉得 佛法是解决生死的问题的 不是解决这种问题的 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为什么 生死从哪里来 为什么会有生死 从烦恼来嘛 那你这样是不是烦恼 等一下我们就要讲这个急 所以你这个观念是错的 只要你有烦恼 你就有生死 有烦恼就有业 这个急其实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急 我们先讲这个苦 先把这个苦弄清楚 你这个观念 如果没有清楚的话 你修学佛法是没有什么利益的 因为你不会解决问题 你以为把缘起从头背到尾 再倒背如流 那么你就可以解决苦 再在那边眼观鼻 鼻观心 观缘起 你就可以解决没有 因为你坐在那边一个小时 你清静观缘起 从谱团上来 你十几个小时 你都在照夜起烦恼 你修行 只是在没有境界的时候 你觉得有修行 觉得清静 一起来 一离开普团 一离开所缘 是佛菩萨 你看到佛菩萨 你至少不太会起烦恼 也不敢起烦恼 那么可是你看到冤亲在主就不一样了 你不断在起烦恼 你起烦恼的时间比你修行的时间多 甚至你在修行的时候 你还是偶尔会起烦恼 老实说 一般的人即使在修行的时候 也很少不起烦恼的 但是起的烦恼比较少 比较轻 其实是这样而已 善法善心是比较强 但是你要知道 所有的苦都来自于烦恼 没有烦恼才没有苦 所以你不要以为 佛法是解决生死问题的 不是解决家里的问题的 问题是家里的问题 让你起烦恼 佛法是解决烦恼 才能解决生死 你烦恼不解决 你怎么解决生死 生死从烦恼来 有烦恼才有生死 那烦恼的根本是什么 烦恼的根本就是无名 那么有时候起的话 通常是落在什么 你看缘起的话 缘起把烦恼的根放在什么 放在无名 但是四地的话 那把烦恼的根放在哪里 放在爱 极就是爱 好 我们来想 那其实爱跟无名是一样的 有爱就无名为虎 贪爱为虎嘛 好 我们来看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慢慢讲 其实苦极灭道跟缘起非常好用 不管你遇见什么问题 你就从缘起或是从四地上 你去理解 我告诉你 多数都可以解决 不能解决的也不会让你起烦恼 因为你发现它是不是你现在可以解决的 不是你一个人可以解决的 你也不会起烦恼 真的就算有烦恼 它也会被克制住 不会扩大 不会延续 一直延续 不会 觉得觉得你那个一下子 一下子转不过来 还是会挂爱 但是慢慢慢慢 因为你清楚了嘛 你渐渐就不挂爱了 现在是夏天 每天都那么热 如果我们这样来看 你就不会因为天热 而天天起烦恼 一开始会 你就会开始学会忍耐 现在是冬天 每天都下雪 你就不会因为下雪起烦恼 又不能去玩 又不能怎么样 但是你知道 这个下雪要三个月 你就会等三个月 就是你看得到嘛 它事情是这样嘛 所以你看到那个 因为天气是这样 你在这个地区的维度 它是这样 你已经知道了 你就不会怎么样 你就不会苦上加苦 要不然你会给自己苦上加苦 那我们通常会一直苦 而且越来越严重 是因为 我们不晓得 它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不知道怎么样 让它不这样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 可以结束不这样 是不是 所以我们才苦的嘛 可是你如果把它看清楚了 看清楚它为什么这样 它怎么样可以不这样 我有没有办法让它不这样 那么你就不会苦上加苦 就算不能解决问题 你也不会一直延续这个苦 不会哦 这个是很好的一个 一个学习佛法 你会让身心比较自在 因为没有烦恼就自在 你越多挂爱就越多不自在 所以你学习到佛法 其实重点就是 我们刚才讲嘛 佛法就是从有肉到无肉 从有为到无为 等一下再来讲 有为法无为法 有肉法无肉法 那先讲这个四地 那么极是因 你学习到 我们刚才讲 所有的佛法都从苦地中来 苦真实是苦 苦光潮我们讲过了 只要有情没有不苦的 没有不苦 只是现在苦 未来苦 苦的程度 轻跟重 只是这样而已 那么苦一定 所以这个一定是个问题 轮回一定是苦 一定是个问题 那你要解决它 所以为什么天上的天人 比较难以修道 世间的人富贵修道比较难 他不觉得苦啊 很简单啊 他就不觉得苦啊 他不觉得苦干嘛要修道 那么在无色界的天人 他明显就没有苦受 所以他也很难 也很难 到了非想非非想 那根本就没办法解脱 那么问题就是在这里 所以佛陀的两个老师 一个阿罗罗迦拉 一个踏伯伦摩罗迦拉子 一个身 一个身非想非非想天 一个身无所有触天 为什么 佛陀可以到天上 为他母亲说法 为什么不能到天上 为他的两个老师说法 没办法 他没有苦受啊 那么苦疾 疾就是苦因 所以苦一定要追求他的苦因 就好像我们前面讲 前面讲缘起 其实他这个是 缘起四弟是佛法 两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但其实他是一个的 他不是两个 他只是不同层次的说明而已 你不要认为 因为以前像我们学佛 刚学习佛法的时候 受到一些 就是没有正确理解 祖师的说法 所以会误会 比如说 阿罗罗 阿罗罗罗正四弟 那么辟之佛 建缘起 那就会觉得缘起跟四弟不一样 建缘起比四弟 建四弟高级一点 就会这样觉得 其实不是 缘起就是四弟 但是我们因为我们这样读嘛 我们就觉得阿罗罗罗是正四弟 建四弟 正阿罗罗罗 辟之佛是观缘起 正辟之佛 所以会误会 其实不是这样的 因为辟之佛那个时候没有佛法 缘起是代表 他看到这个理则 生灭的理则而已 那四弟是经过归纳的 就佛说的嘛 那么所以 阿罗罗罗是在有佛的时代 没佛的时代 他自己体悟的 那其实是这样说的 好 那我们说过 缘起里面 推解到根本是无名 无名 然后有什么 重点是有生死 那么最后面是什么 缘起的最后面是什么 生老病死 幽悲恼苦 有没有 还是苦啊 你看 所以 生老病死 无名行事 明色六著出说 爱取有 生老病死 幽悲恼苦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八苦嘛 幽悲恼苦 有的写幽悲苦恼 其实就是幽悲恼苦啦 其实就是八苦 生老病死 这个就是八苦 好 你看 他最后还是从这个苦往前推 往前推 那苦是一种现象 我们不希望遇到 或不希望他一直持续的现象 他就是苦 让我们 让我们 让我们感受到逼迫的 不安的 恐怖的 所以苦是逼迫性 我们不希望他一直存在 不希望他变得越来越苦 不希望他时间拉长 不希望他变严重 跟他们病一样 那么他是一种现况或现状 他是一种现状 那么你看苦就要往前推 苦是从哪里来 从有生死来 那生死从哪里来 就往前推 无明行事六处 处说爱取有 有 取 爱 就往前推 一直往前推 推到最前面是无明 从苦 从这个现象 从这个现象 现状 这个现象 身心的现象 或是我们在世间上 面对的这些境界 他产生苦 往前推 这个苦从哪里 推到最前面 是因为无明 错误的执着 那么这个错误的执着当中 最大的错误 无明前面我们有讲过 不知业 不知报 不知过去 不知未来 不知前期 不知后期 不知很多 但是最重要的是不知无 直取有我 就是自信见 我见 所以往前推 推到最前面是无明 那么一样是往前推 那么就是 你从这个苦往前推 推到前面的因是什么 苦极灭道 它就简单讲 就是苦极 就是 缘起有两个 生死的 流转的缘起 就是苦极 缓灭的缘起 无明灭 则行灭 行灭的自灭 就是灭道 好 那苦极的极 好 我们来讲 所以我说 你了解缘起 了解释定 所以释定跟缘起是一样的 但是就是 你了解 了解 了解缘起 了解释定 你就有一种 你要深入的理解 你就有一种 离苦 就是你 绝会觉得 你 你这个生活上 你生命中 我常常讲 苦只要是 生活中的无奈 生命中的悲哀 你没有办法的 每一个人都要有的 生老病死 愿真会爱别离 求不得 在生活上 那么 你也很难 可以避免 但是很难避免 不知道什么时候 遇到什么人 会发生什么事 我们不知道 也无从预防 很多东西 也不一定能够预防 那么 就好像 我也希望蚊子不要盯我 但他不知道什么时候 会过来要盯我一个 我也没办法 最麻烦的就是 他又带有 登革乐 带有病毒 就更麻烦了 那类似像这样的 有很多东西 你也没有办法 他就是会产生 种种的苦 那么这些苦 他都有苦因 那么我们刚才讲 缘起 就是 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 我们在学习佛法上 要学会 怎么正确的看待问题 那么 佛法里面讲苦就是 怎么看待我们生命本身 这件事 怎么看待 正确的看待 所以他说苦地 真实 怎么正确真实的看待 发生在 我们生命当中 那么发生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种种令我们不安的现象 这一些就是佛法要讲的苦地 你不是把那些苦地各家的解释拿来背一背抄一抄 这个就是苦地 离开了这个等一下回去 家里的人 朋友 同事 中间种种的矛盾 你一瞅莫展 你根本就没有真实认识苦 你看 我们就是法跟法不通 法跟心不通 这没办法 这你有学佛法跟没学佛法 差别就是 你有知识跟没知识而已 但是烦恼是一样的 那这样就 你的佛法不是解决烦恼用的 就是你的念珠并不能安定你的身心 他不过就是挂好看的 装眼用的 你出口就是佛法 但是心里面没有佛法 解决不了问题就是不是没有佛法 那这个是种人最大的问题 所以很多人学习佛法只是增长知识而已 并没有增长智慧 我们讲智慧就是不起烦恼的能力嘛 那这个是比较大的问题 那么你必须要从好好理解 缘起跟世地 那么这些是对身心的理解 前面是对我们身心 阴处界嘛 五阴十二处十八字嘛 对身心对境界的理解 但最重要的是 你要知道怎么样从有肉到无肉 怎么样从杂染到清净 你必须要知道 怎么样从烦恼到少烦恼 从少烦恼到没有烦恼 现在的烦恼可以克制 未来的烦恼可以不让它升起 就算有我也可以马上解决 就算解决不了 我也不会在烦恼上再加烦恼 那么这个是我们学习佛法最大的好处 那很多人会误会 佛法不是解决这些琐事的 什么叫做琐事 每一个会让你生起烦恼的事 就是大事 你要这样看待啊 每一个烦恼都要解决啊 每一个烦恼都要预防啊 每一个烦恼你都要知道 它就是让你生死的因啊 你怎么在生活中不起烦恼 就是如何正确地看待 你的生活你的生命 你要真认识的真实 所以地是真实嘛 我们看到的都是什么 虚妄的 我们认为的都是虚妄的 都是不真实的 所以你就没有见到苦地嘛 你不能苦地就是 苦地就是苦啊 三苦八苦我也会啊 我知道啊 那你见苦地了吗 没有啊 你生命中的苦 你生活中的苦 你梦都没梦过啊 你什么时候知道了 知不知道 从哪里知道 从我遇到了 我会不会起烦恼 我就知道了吗 你说 你说我都会我都会 问题是 比如说煮饭好了啦 煮饭我会很容易的嘛 这个水急用 可是你煮出来的饭 就是不能吃啊 就是不熟啊 你再怎么会 你把这个煮饭的第一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全部都备好了 可是你煮出来饭 就是不能吃 从这个地方就说到你不会 你曾经参加过奥运 曾经参加过什么 可是 现在举重得冠军 现在告诉你把这个东西提起来 都提不起来 那些训练 并不能带给你帮助 你对佛法的学习 并不能解决你身心的困境 痛苦 那你就算 你就算考试100分 我说过嘛 就好像你在教练场 100分嘛 出来 出来遇到一个状况 你就不会处理嘛 就车停在那里哭嘛 有什么意义 那你看我们是不是这样 在这个实验里面 学习佛法很清俭 很快乐很自在 回到家里 所有的佛法都用菩萨 那只会怎么 阿弥陀地藏菩萨 观音菩萨 要不是解决我的力 就是把那个事情解决掉 就是把那个人解决掉 就只能这样祈求啊 不然呢 好一点的 就去给他写个亲戚 冤亲家主牌位超度他 为他点一盏灯 让他好一点 不要再来骚扰我了 很多佛教徒解决问题的方式 在于他不知道苦 没有真实去认识这个苦 认识了不去找那个因 好 就要讲极定 苦是一种现象 你要好好认识 你不如苦 不理苦 就是很多人不学习佛法 他会觉得 学习佛法是那个 那一种 就是闲闲没事的人 孤独的人 或是有问题的人 他才是需要的嘛 像我们正年轻 很多年轻人不喜欢 学习佛法 很多知识分子不学习佛法 他觉得不需要 那些是老人的安慰剂 就共产党说 他是人民的鸦片 那这种 这种其实 其实他是错误的 没有了解 真正了解苦 他不了解 他没有真实的认识苦 刚刚我们讲嘛 以前一切有钱 都有这种问题 好 现在讲极 极 极就是苦因 极就是苦因 这个因 好 那么这个因 我们刚才讲 十二元起里面 这个因 推到最前面 就是无名 或是无名跟贪爱 无名贪爱 好 那么极地 基本上以爱为主 爱 爱极其就是爱取了 有爱就会直取 那么这种贪爱 通常极地 自以爱为主 那爱 爱 一般阿含经里面 讲四种爱 或三种爱 爱 爱就是一种 不当的直取啊 就好像 我爱我的子女 我们几个人来讲 我爱我的子女 那么我就要 我就要控制他 可以这样规定他 那么他不听你的话 你就痛苦了 出自于爱 爱不能达到目的 它产生落差 就是产生苦 所以类似像这样 那 我爱我的子女 我爱我的父母 那么 我会规定他要怎样 怎样怎样 这样对你好 这样我为他好嘛 可是 他觉得 这样 他会痛苦 那么 所以 那么 他就不要这样 那不要这样 彼此之间就会怎么样 会产生痛苦 觉得父母要破 那 觉得子女 子女不会想 类似像这样 那彼此就会产生苦 好 那么 这个爱基本上 爱 后有爱 这个爱是对于自身的 跟生命的爱 那么对生命延续的爱 那特别是这个后有爱 对生死 造成很大的影响 苦 那么 来自于生死 生死 我们讲 最重要的究竟的苦 就是轮回 那轮回 最主要的原因是后有爱 后有爱 当然也是从 对于自体爱来的 这个其实基本上 就是我们叫做自体爱 对于自身的 这个是对于自身的延续 这个是自体爱 那么自体爱还有境界爱 我们一般叫做我爱我所爱 好 那么境界爱里面又有两个 喜滩俱行爱 是从阿安经里面 或是从这个布派 余体诗里面讲的啦 喜滩俱行爱 比比喜乐爱 这个是境界爱 喜滩俱行爱 其实就是对于你已经得到的 或是你将得到的东西 起贪爱 那么比比喜乐爱是 你希望得到的 还没得到的 没得到的 但是你希望得到的 产生贪爱 这个其实就是境界爱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包含在 就是你现有的 你直取贪爱 你将有的 你将有的 就是现前的境界 未来会有的 那么你产生贪爱 这个是你没有的 但是你希望他有的 就比比喜乐爱 好 那基本上简单讲 就是自体爱跟境界爱 然后我们在简单讲 就可以讲说 我爱我所爱啊 好 那么这个爱 那极地最重要就是苦因 那么这个爱是烦恼的 其实重点就是 我们知道所有的烦恼 就分两个嘛 就是见烦恼跟爱烦恼 那 十二元起是 推到最前面是无名 是见烦恼 那苦极灭到 是以爱烦恼为主的 但是其实都有了 不可能没有了 那么爱一定出于无名 无名一定会有贪爱 没有就是没有先后的问题 也没有轻重的问题 就是没有哪一个 比较轻哪一个比较重 也没有哪一个先哪一个后 他是同时具有的 那么所有烦恼里面 就是说 世地里面比较 比较重 从这个爱 减少这个爱 那么缘起里面 讲到根结 他还是爱取有 但是讲到根结 是推到无名的 那么这个是烦恼里面 爱烦恼 那烦恼有非常多嘛 有非常非常多的烦恼 那么烦恼他会怎么 造业 造业就会怎么样 会受苦 会有果报嘛 果报一定在三界内 有肉的烦恼 已经产生有肉的业 有肉的业就不出三界 三界轮回嘛 所以他基本上 就是我们说的 获业谷 获业谷 是从这边来的 好 那么这个爱 在早期啊 就是阿罕清那个时代 或是佛冠面那个时代 基本上都是以爱为主的 那布派里面 后来 这个吉里面 又加上这个业 因为烦恼就会造业了 所以变成吉地的话 他基本上就是烦恼跟业 烦恼跟业 这个我们从 归纳布派思想的 拒舍论里面 就看得出来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 稍微讲一下法的概念 所以吉地里面 我们与拒舍论的说 因为我们受拒舍论的影响 比较深 拒舍论他 等下再来讲 他基本上是 所谓的爱 不是 就是烦恼跟业 但是基本上他叫做爱跟业 那么有的 有的不派 有的不派 以爱为主 有的不派 以爱跟业为主 有的不派以业为主 那就是有的讲 吉地是爱 有的讲吉地是业 有的讲吉地是业 有的讲吉地是爱跟业 那通常是爱跟业 这个是最常说的说法 好就是烦恼跟业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 拒舍论的架构 拒舍论是这样的 拒舍论是 世青大概归纳分析 总结不派思想的概论 但是不是所有的 因为不派里面最主要的是有部 我们可以看波罗经 波罗经是在解决问题的 每一个思想都是解决问题的 比如说我们有经济学 有政治学 有生物学 其实都是在解决我们的问题的 经济学就是解决人跟人之间要怎么样 财务沟通 政治是人跟人之间要怎么样 领导跟被领导之间 一样 所有的学问思想都是在说明 说明这个问题 看清这个问题 并解决这个问题 预防这个问题 你看世界的学识也是一样 工程学 什么学 都是一样 就是这个怎么样可以让我们 比如说为什么要发明汽车 走路走很远很苦啊 你快一点不用那么苦啊 对不对 那么用火车了为什么要发明高铁 更快速的到达嘛 那么时间不会浪费太多嘛 不会做得很辛苦嘛 反正都是在解决问题的啦 那你要先发现你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需要 那么你再去找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通常是创造这一种 这一种这一种需要 通常都是这样 思想也是啦 为什么 所以我们讲嘛 佛都讲无我就可以解脱的 为什么波勒金要讲空 这等一下我们再来说 因为无我的问题解决啦 问题是无我产生变化了嘛 人空法不空了嘛 法有自信嘛 所以苦极灭地 他都各个有自信哦 这个我们要等一下再想 先解决这个苦极灭道的问题 再来讲 苦极灭道这个法 无苦极灭道 不是没有苦极灭道 那佛法不是讲苦极灭道什么 佛说苦地真实是苦 佛说极地真实是因 这怎么会没有呢 不是没有苦极灭道 是没有苦极灭道的自信 不是没有涅槃 是没有一个真实自信的涅槃 是这样子的 不是没有色受想行事 是没有色受想行事的自信 这个东西要先分开啦 好 那我们来讲极地 那么爱跟业 重点就是烦恼 重点就是烦恼 那烦恼会造业 所以就形成祸业苦 那当然怎么样 爱是怎么起作用的 这个就从十何元起里面去看 就是我们讲 对境界的执取嘛 那同常来讲 言和彼得生意 对色身相畏赐法的执取 是缘明色 明色缘六路 六路缘粗 粗缘瘦 瘦缘爱 有没有 爱缘起 反正就是这样 所以你把佛法理解了 你就会开始分析了解到 我为什么这么在意这个人 说这句话 那么他说完了 我一直因为这句话很受伤 很痛苦 那我要怎么样 才能够让我 就是我这个苦到底怎么来的 你从缘起的角度 好好去分析哦 分析完了之后 你总结这个因是这样 你要离这个苦 要找方法 那我要怎么样 我要怎么样 才可以不那么痛苦 就好像我要来的时候 讲到很多人去打疫苗 也很痛苦 总结 怎么样才可以不痛苦 要多喝水 要多休息 要吃维他命C 要吃维生素D 他就要了解 这样比较不会痛苦 这样就不会了吗 还不一定 但是 有人这样比较不痛苦 你就试着去看 就是慢慢去找解决的方法 一样啊 预防的方法 问题还没来 但是我要先预防 对不对 那么问题已经来了 我要怎么样解决 那一样嘛 我们生活上 生命上都有很多这种问题啊 那你要从这种佛陀解决问题的方法 来解决我们不断遇到 或未来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那么你只要朝缘起跟四地的角度 这样不断去运作 不断去运作 我告诉你 你慢慢慢慢 会发现一个事实就是 你越来越少烦恼 真的 你的挂爱 就是讲到后面 就是挂爱越来越少 那你就痛苦会越来越少 那你会发现到 那时间就是这样啊 众生就是这样啊 那起烦恼就是这样啊 你跟他计较什么 他就是有这样的问题啊 那你慢慢慢慢 你就不太会起烦恼 真的 这是你要从四地的角度 从圆起的角度去看 那就是极地 所以这个因很重要 你一定 只要是这个现象让你不安 让你恐怖 让你痛苦 你就要去找他的因 那么你有没有找到 很简单 你是不是这样处理之后 他就不苦了 就好像起火 那么起火怎么办 如果已经起火了怎么办 你就开始灭火啊 灭不掉勒 赶快离开火源啊 就是这样而已啊 所以一样嘛 但是你说灭火不是就用水吗 通常是用水 但是有时候看火灾的形态 用水也灭不了 不但灭不了 而且更什么 扩大的更快 所以有时候 我们会试着讲道理 就是要怎么样 要灭火嘛 要离苦嘛 因为他就是 他就是会乱啊 或是说他不讲道理啊 不讲道理的人 就要跟他讲道理啊 我们是这么觉得嘛 因为他的问题 就在不讲道理嘛 不懂道理嘛 我们把他道理讲清楚了 他就懂道理了 他不就是解决问题了 可是有时候会发现 你跟不懂道理的人 讲道理 越讲越没道理 越讲问题越大 有时候会发现这样啊 那就表示什么 他就表示 他这个时候 他虽然是不懂道理 但是你讲的道理 他不受用 他问题不是不懂道理 他问题只是不爽你而已 他不一定是不懂这个道理 所以你就没有看清楚真正 他这个火 不是用水可以灭的 不是用讲道理可以灭的 你讲再多有道理 他都觉得你这个人没道理 只会讲道理 他就问题在这里啊 所以你没有真正认识到问题的因 那这个很重要啊 但你就会觉得 那佛法不是苦极灭到吗 他就不懂道理 我跟他讲道理啊 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你想要解决问题 你照这个程式走是没有错的 可是你用的方法错误了 你那个因没有看清楚 那个极那个因啊 你以为是这个因 就好像外道 以为这个苦来自于业 我只要一直受苦 一直受苦 我的业一直消掉 我就没有苦了 不是 它有更深沉的原因是什么 是烦恼 所以你因为不挡道理的人 讲道理的时候 你以为在解决问题 你越讲道理 他越生气 问题 因不再讲道理啊 因在于他认为你这个人没有道理 你讲的所有的道理都没有道理 因为你跟他没有那个善缘嘛 或者你讲的话刺激到他嘛 或是他觉得你有什么事伤害他嘛 所以重点不在于他不懂道理 当然有些人不懂道理 他不懂 你跟他讲懂就好了 但有些人不是啊 所以对这个因啊 苦极没有到这个极啊 很多人都要解决问题啊 为什么都解决不了问题 其实就是这样 有一些问题也不是 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哦 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是现在可以解决啊 或是你可以解决 不是的 佛陀那么厉害 那么智慧 那么有慈悲 那么知道善巧 见世地见缘起 他也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啊 真的啊 但是他会不会因为这个问题不能解决 他起烦恼产生痛苦 不会 那我们就是要先釐清 要先看到现在是什么问题 苦 现在是什么状态 那 这个状态是怎么形成的 痛苦的原因是什么 是怎么样造成的 试着去解决他用方法 不是一下子就开始就可以 一开始都会手忙脚乱 然后做了很久都看不到效果 但是你不要灰心哦 你不要灰心 你照苦极灭道的道理就这样 你不要弄到没办法了 又去求神拜佛了 我告诉你 这个方法弄到最后 你就会变成反正求神拜佛最快 你永远得不到佛法的好处 真的 所以很多人弄到最后 没办法啦 他就是唯有一个方法 就是好好念佛 好好念观音菩萨 或念咒 或诵经 或拜叉 不是 你一定要好好思考 冷静的思考 一次看不清 所以要硕硕思维吗 常常看 常常想 养成习惯 你会变成越想越入理 就是你很容易看到 很容易越想越清楚 以后不用想很久 你就可以马上看到 这个问题背后是什么问题 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问题 就算不完全一样 十之八九 真的 所以你要养成这个习惯 教徒最 说是好习惯 也说是坏习惯 就是 很喜欢拜佛念佛 是好习惯 但是也因为这样 全部都依靠佛 我皈依佛啊 我就赖着佛啊 不对 这样不对 什么问题 都找佛菩萨解决 什么问题 都向佛菩萨倾诉 好像自己没有责任 好像自己 自己唯一用在的力量 就是好好念佛菩萨 我告诉你 你这种学习佛法的态度 是错误的 缘起 跟四地 对你来讲 有跟没有都一样 可是你要知道 离苦 就是要知四地 就是要见缘起 你不知不见 你怎么离苦 所以这个问题一定要先弄清楚 缘起跟四地 你当然这个是让你了解 整个身心的状态 那从有落到无落 从有微到无尾 枯 极 这个极地就是烦恼 烦恼里面 烦恼里面最主要的 从极地里面讲的它是爱 爱就是一种错误的直取 基于我 爱一定是我爱 基于我 我想控制什么 我想影响什么 我想得到什么 我想去除什么 那么 这一些有强烈的直取 你越强烈 你就越痛苦 那这个是所谓急 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是要讲 你一定要去找它的因 那么找它的因一定有一个现象 就是你的苦会消失 找它的因之后 有解决问题的方法 你不是知道原因 你就能够解决问题 没有 像现在我们知道那种病毒 你知道是病毒造成的 你也不知道怎么消灭这个病毒 你不知道 不一定可以找得到药 比如说艾滋病 现在不知道有没有药 我不晓得 以前是没有药的 你知道是这样造成的 但是你不知道怎么解决它 还有这样子的 但是至少 你知道怎么样 不会让它扩大 所以 急 后面其实是道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但是前面基本上就是 你要有灭苦 你要希望它灭 你才会找方法 你没有灭苦的思维 或没有灭苦的需要 这样就这样 很多人轮回就轮回 受苦就受苦 下地狱就下地狱啊 很多人会这样 他就没有说要离三二道 因为 宗教或是佛教主 就这样说 第一个是离三二道 第一个是离欲界 第三个是离三界 这三个层次嘛 那有些人会觉得 下地狱也下去一样 没关系啊 甚至会大 会夸口说 我不入地狱 血入地狱 讲得好像 好像没有没有关系一样 我常常讲 如果你觉得下地狱没关系 很简单 你现在回去烧一锅热水一百度 你一根手指就好了 静下那边一分钟 一分钟就好 你不伸出来 你才能讲下地狱没关系 对不对 一百度的热水 你都耐不了一分钟 地狱的热火 你知道是多种吗 你是全身在里面的 而不是一分钟 那你耐得了 你讲大话 夸口 这种是很容易造作恶业 他不晓得苦的真相 这次麻烦就在这里 那么先讲灭地 这局地是爱 主要是爱 后来讲爱跟业 那问题是 我们要知道 知道这样的一个方法 真实 真实是因 你要找到那个真实的因 重点地都是在真实 你要见到苦 真实的苦是什么 你要找到那个真实的因 那么所有的苦都有一个原因 都有一个原因 那么灭地 灭地最重要的是灭盘 基本上 佛教给它一个名词叫做折灭无尾 折灭 折灭无尾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无尾法 有尾法无怪 有肉法无隆 折灭无尾 就是透过智慧的简择 折灭除苦的 灭除这些烦恼的 这个灭掉了 这个就灭 无明灭者洗灭 行灭者是灭 你没有这个因灭掉了 因灭 则果灭 其实是这样 好 那么所以灭地它就是涅槃 就是涅槃 那么这个灭是苦灭 这个是苦 所有的问题都从苦来 这个是苦 这个是苦因 这个是苦灭 这个是灭苦之道 那所有的苦都解决了不再生起 这个就是涅槃 那通常我们叫做解脱 那涅槃又分 这个有余涅槃跟无余涅槃 从阿安经来讲 有余涅槃无余涅槃 到大圣的有余涅槃又不一样了 那么有余涅槃 像释迦佛 释迦佛在菩提树下 建元旗 建世帝 吴比丘 在路远月 正阿罗汉 这个都是有余涅槃 等到他 余就是余 余有什么 有这个 我们这个余就是圣余 圣余什么 还有苦 有什么苦 有深苦 释迦佛 你知道释迦佛 释迦佛已经正列版了嗎 他有没有苦 他有没有苦 他二十三十五岁成佛 三十五岁成佛 成佛之后有没有苦 有没有苦 有什么苦 对 他还有深苦 我们刚才讲嘛 苦不是 但是 如果只有一种 就是 无产故苦 那两种就是 深苦 辛苦 那么 深受 深受 深苦跟辛苦 就苦有两种 深苦 深的身理上的苦 跟心理上的苦 是身体上的 就是身体上的苦 跟心理上的苦 心理上的苦没有了 身体上的苦 我有 我看阿涵经里面 佛陀 佛陀 常常背痛 而且好像 阿难做事者的时候 常常帮他按摩 他好像阿难还没做事者的时候 就有背痛 背就痛了 但是在阿难做事者的时候 是比较常看到的 就是佛陀背痛 到最后要入涅槃之前 还拉肚子拉得很严重 还要走到居身 那又很辛苦 那么 这些都是身体上的苦 依然还有苦 所以 余有这个夜暴身 那么 有夜暴身 他就有苦 余有这个夜暴身 他就有深苦了 这个是夜暴身 那夜暴身一定免不了 老病死 他会产生变化 他会 还是会苦 你说 有些人会误会 好像有修行的人 就不怕苦 也怕苦啊 他只是不会苦上加苦而已 你看很多阿罗汉 为什么要提早入涅槃 身体太苦了 慕见年不是被打到 全身都痛 都快烂掉了 他为什么要入涅槃 太苦了 有一些修行很好的人 还没正阿罗汉之前 他太苦了他受不了他要自杀 有些会这样 有些会这样 那 修行是不怕吃苦 但是 他不是所有苦 他都可以不当一回事 没有啊 释迦佛走到累了 他也要说阿难 我累了也要修行 他也不说 我精刚不坏之身 我不怕苦 对苦对我来讲没关系 吃苦当滋补 没有啊 苦 一样是苦啊 一样有苦受啊 一样要让他缓和啊 没有那时候那个不怕苦的啦 是不怕吃苦是没有错 但不是自找苦吃啊 所以佛法 佛法不是 佛法是要离苦的 他的本质就是要离苦 那像我们说 释迦佛其实 常常悖痛 他应该是中年之后 就大概是有了 大概应该是五六十岁 那个时候就有了 阿难是25 阿难是55岁的时候当侍者 释迦佛55岁的时候当侍者 因为释迦佛80岁入念盘 他当25年嘛 所以这样算的话 就是他55岁当佛的侍者 但是佛在阿难 从阿难经里面看 阿难没有当侍者的时候 佛已经有背痛了 常常背痛 所以他可能就是五十几岁就开始有背痛 就这样一直背痛一直背痛 那有余跟无余 余有这个夜报声 无余就是 连这个夜报声也没有 那你不要问 那去哪里 没有去哪里的问题 有我才有去 有来有去嘛 没有我没有去哪里的问题 没有这个夜报声是 有些人会幻想 这个莲花化声 或是 换成金刚不坏之声 或是有一个片虚空进法界的声 不是啊 你那个还是我见 你那个还是我见 好 但是也不是不存在 也不是你认知的存在 也不是你认知的不存在 所以通常怎么说 不用说 无忌 说了你不明白 而且更争疑惑 越讲你越不清楚 越糊涂 那么更增加你的疑惑 就麻烦 好 那么这个是灭 灭就是灭苦 苦灭 所以这里来讲 这个就是苦 从苦而来 从苦而来 这个就是苦 苦果 这个是苦因 苦的原因 这个是苦灭 苦的消失 而且是究竟的消失 因为苦消失了 可能会再起啊 你感冒好了 下次可能再感冒啊 死了 下次还会再死一次啊 生死生死嘛 那是苦究竟的极面 苦究竟不再升起啊 那么这个是苦面 永远的消失啊 永远的消失 不会再有苦啊 苦的究竟消失啊 那么就这个叫苦面 这个就是灭苦之道 这个道一般 一般讲就是三学八正道 通常就叫八正道 但是 简化 一般叫三学八正道 好 那 这个就是灭苦的方法 所以都是从苦而来 灭苦的方法 灭苦 真实 都要加个真实啊 真实灭苦的方法 你的灭苦的方法错误了 灭不了苦啊 灭火的方法错误了 灭不了火啊 一样 灭苦的方法 那地都是真实 真实灭苦的方法 真实苦灭不再升起 真实苦 苦生起的真实的原因 真实是苦 苦 你看到那个苦的真实是苦 你见到那个苦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苦 极灭道 所以 我们 我们今天 明天 后天 今年 明年 后天 我们遇到种种的苦 我们现在可能就有苦 那 比如说坐太久 屁股会痛也是苦啊 听太久会烦也是苦啊 那么 我们会常常遇见很多苦 我们怎么解决我们的苦 那 你一定要 听过佛法之后 你一定要顺着所谓的苦极灭道 的方法 你要常常用这个方法去想 我也是这样用的 就是说 我们不管在稻草 在家庭 那我们偶偶也会回家看爸爸看妈妈 也会遇到很多问题啊 那也会产生烦恼 也会产生苦 一样哦 那我们就会把佛法的这个缘起 四弟的道理拿来用 我 我为什么 我为什么会在意 弟弟这么讲 我为什么会这么在意 妈妈这么讲 妈妈这么讲 为什么让我这么受伤 这就是苦啊 原因是什么 我在乎什么 我执着什么 我看到什么 一定有这个问题 那么所有的 所有因是什么 哎呀 爱就是一种执着啊 不当的执着 就是爱取嘛 不当的执着 不当的 如果正确的就不会啦 就像你吃东西嘛 不当的执着 爱取 不当的执着 那无名是一种错误的执着 那你不当的 你可以爱 但是你这个爱是不当的 那么它就会产生痛苦 它就会产生痛苦 就好像 你吃了肚子痛 一定是你吃到不对的食物 不一定食物本身不对 只是它不适合你的身体 不是这个食物本身不对哦 也有可能食物本身不对 坏掉了 但是它没有坏掉 但是它就是不适合你 也有可能啊 你就会产生 身体会痒啊 会痛啊 会拉肚子 会怎么样 会像话不良 不一定 这种东西 那么它一定是不当 它一定是不当 才会让你身体 生起什么 痛苦的反应 那么有 很可能是食物本身不当 很可能是你不适合这种食物 或是你吃的时间 地点不对 你吃完饭 后再吃这个东西 你吃完饭前 吃这个东西就不会啦 或是你要吃饭前 或吃饭后 或是你不可以就这样吃 生吃 反正就很多种 就是它一定是不当的 它才会造成你身体过度的反应 好 那么你身体现在有这种痛苦的现象反应 那么一定是 一定是你的心有不当的直取 类似像这样 你就很容易找得到啊 你就开始去找 那么我到底是直取什么 才会造成我这样的痛苦 一定有问题的 一定有原因的嘛 你要去找 你不可以从 我们通常都会从境界上去找 这个人不对 这个人不好 这个人嫉妒我 这个人怎样怎样怎样 那你就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了 为什么 因为那个人你不能解决嘛 那我们会试着解决他哦 骂他打他 或是跟他讲道理 或是怎么样 可是你会发现到 你开始怀抱着希望去解决你的痛苦 可是越解决越痛苦 但是有时候也可以解决啊 有时候可以解决 但是有可以解决的话 你就以为痛苦解决了 比如说这个人骂我 让我很痛苦 或这个人占我便宜让我很痛苦 我要打他我骂他 好像问题解决了 他不再敢这样了 那你就会错误的以为 这个就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你所有的人只要骂你 你就打他骂他 那有一天遇到一个比你更能打更能骂的 你就知道 这个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你看你没有那个局地 那个因你没有找 你没有看清楚 所以你的方法 通常就是那个因不清楚 你的方法就不清楚 那么有时候因是清楚了 但是方法不一定对哦 不一定对 所以这个道地 道地一定不离开什么 八正道 你看哦 那么佛法叫做戒定位 一定不离开戒定位 当然也有很多种说法 像有些就讲道地 一般是八正道 三学八正道 有些是讲止观 止跟观 反正也有 其他不败也有不同的说法 但一般来招就是八正道 正见正思维 一样哦 一样 生活上的问题 生命中的问题 都一样 都是这样可以解 正见正思维 正欲 正愿 正命 正念正定 这是观念上的 行为上的 然后在心专注 那么升起力量 让这个更有力量 正念正定也是来增加这个正见思维 让你 你带着这样的观念 你带人处事 你就比较少烦恼 你比较少起烦恼 少造业 可业益业 这个是正面是生活的方式 所以你就会有正当的 就是比较正确的 少烦恼 少烦少脑的 少造业的 少受痛苦的 那我们通常是这样 这样的一个生活 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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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形成一种 一种固定的模式 然后久了久了 你的心就越来越有力量 越来越有力量 因为真正能够障碍你 让你受苦的 其实就是烦恼 业嘛 那么你少起烦恼 少造业 就少受苦 那我们通常是这样 多起烦恼 多造业 多受苦 那么这些苦又让我们起烦恼 烦恼又让我们造业 造业又让我们受苦 就这样循环 叫做恶性循环 那我们学习佛法之后 就不是恶性循环 叫做良性的循环 那么我们遇见苦的时候 我们还是会有苦 因为本来就有苦 我们遇见此的苦的时候 不在苦上加苦 那么我们用智慧 用慈悲 用慈悲 用精进 用忍耐 用种种佛法的教我们的 那么去对治他 对治了之后 他的苦会减少 刚开始可能对治方法不对 但是我们对佛法有信心 我们对自己有信心 我们对佛法有理解 对自己有理解 那么所以我们努力的知道 从苦极灭到 从缘起 思维 缘起 就是深细的思维 那么看到这个整个的 整个现象 他背后的原因 通常都是去找他的因 一直去找他的因 那么很多人就 很多人有时候会这样 我的苦就是我有业 我业障重 那业障重怎么办 就拜颤啊 要不然念那个灭定业真言啊 不然就念什么咒可以消业障 听说念能源咒 可以除五逆十二的罪 天天要念能源咒 就变成是这样的观念 这样的观念 这样的观念 其实有一点非因即因 因为你要知道 你如果业障重 业有很多种业 就是营养不良啊 营养不良就是补充 补充所有高单位的营养就好了 不对 这样不对 有时候大部分是没效 但有时候也会有效 但是你不要认为这样就是 就是对的 你一定要好好了解 找到他的方法 到 那么到不离开 就是八正到 三学不离开戒定会 那么这个政见证思维 这个就是会嘛 这个就是戒嘛 这个就是定嘛 不离开戒定会 所以你戒定会基本上 你只要就是说 你的会到达了一个层次 那么他的烦恼就会少 烦恼少 你不太会照 你的生活的模式 生命本质是 生命的状态本身是好的 就是说 即使别人欺负 你也不会抱负 那么不会抱负 已经很 抱负就会苦上加苦 夜上加夜 那么不会抱负 而且你还能生起怜悯心 那么你跟他的二元就会减少 他照他的月 你照你的月 他照他的二月 你照他的善月 一阵子过后 就会不一样 圆不一样了 真的 那么慢慢慢慢 你就 那如果没有的话 他照月引发你的照月 他的二月引发你的二月 他的烦恼引发你的烦恼 就会变成这样 那这样的话 你就会 你跟他是同挂的嘛 就同类的嘛 同类相聚嘛 那么物与情分 方与类聚嘛 就这样 所以你就很难摆脱掉这样的方式 所以 所以 你了解到 这个 这个苦 那么灭苦的方法 你真正了解了 你就可以 真正的离苦 真正的了解苦 那么 真正了解苦 行前的原因 真实的灭了这个苦 那么必须要有真实灭苦的方法 灭苦真正的方法 你不要找到错误的方法 佛教徒也都要灭苦 要离苦得乐 所有宗教的诉求 不离开离苦得乐 但是很多 离苦 没有找到苦因 得乐 没有找到热因 比如说很多人都希望有钱 大概有钱 你去拜财神 皇财神 红财神 去摆那个残除 去用那个招财猫 去贴那个符咒 你就希望有去 去学那个无鬼搬运法 把别人的钱搬到自己来 反正这些都不是正确的因 你错误了 用错了 真正的财富 来自于你的努力 你的知识 当然最重要 还是 如果依过去的来讲 来自于你的福报 福报一定从两个地方来 一个就是你能舍 一个就是你能宣 你有好的 你希望跟别人分享 让别人得到快乐 能够布施 布施只是能舍其中的一个而已 一个就是 你的福报来自于你的量 量大福大 一定是这样 那么你了解这个原因 量只要两个 一个就是 你能够把你拥有的 能够帮助别人 一个就是别人伤害你的时候 你能够原谅他 那个就是表现你的量 那么你量大福就大 这个是真实的原因 所以 布施不是就有福报 不是喔 而是要有立他的心 你布施没有立他的心 因为重点福报在于立他的心 立他的心 那么要帮助他的心 你这个知道了 所以因你要 你去求观音菩萨 你去拜财神 你去修那个真福法 那这个 这个是会增加你福报的 那么你 你念了之后 在念什么之后 福报增加几倍 反正都是像这样的 这个都不是正确的 所以你了解了正确的方法 道很重要 很多人在修道 但是修的都不是 都是没有道地啊 不真实啊 所以重点在真实 时间到要跟我讲 因为我没有 所以怪不得 我说看有些人好像坐立不安 要跟我讲 因为你们要 时间到要敲眼前 你们要再说吧 要不要比手势 你有比啊 那我都没看到 你要动作太小了 不好意思 我讲一讲讲一讲 就会忘记了 那边有时钟我没看到 我太专心了 那么这个苦极灭道 还要讲这个法的问题还没讲 下次再讲 因为 因为 这个还没用到 因为他这个其实是 我大概讲一下 下次再讲 这个是法的问题啊 我们说是从有肉到无肉 下次来把那个 有肉到无肉 有微到无微 好 那么苦极灭道 它基本上是这样的 那么 我们下次来讲 但是现在先大概讲一下 那就结束了 那么苦 依据舍论的里面来说 部派有很多种说法 但是我们据舍论是大概总结的 那心间啊 像波勒经大概是 大概是在 就是说 他讲空 其实是要对自部派的 一些错误的观念 好 那么苦跟急 那 据舍论其实就是 以苦其内道来说的 他就是有肉的 他是这样 这个 这个世间 这个苦地里面 苦地里面的世间的事实 就是三界六道 他就是三界六道 所以就是轮违苦嘛 最重要是轮违苦 那轮违苦就是三界六道 他重点就是三界六道 他是以人为主 八苦是以人为主 好 那我们先大概讲一下 再给我三分钟就好 忍耐一下 那他是怎样 苦地跟急地 他是有肉 有肉是什么 有肉就是有烦恼的 烦恼及烦恼产生的后果 的结果 烦恼是以爱为主 那么灭地 他一定是无肉的 道地也是无肉的 所以这个是从有肉到无肉 那么苦即灭 这个如果从一般把法的分裂分成有肉法 无肉法 有违法 无违法 那么 像句子律也是这样 有违法里面底下有四法 设法 心法 心手法 不相应刑法 无违法就是三个 就是一个 然后折灭非折灭虚空 下次再讲 现在我们先大概讲 让有一个概念 下次再讲一下 你就会清楚 这个是有违 有肉有违 因为苦跟急 这个就是心手的问题 那么 这个是无肉的 这个也是无违法 涅槃 涅槃 它是无违法 我们讲这个是涅槃 无违 那无违除了涅槃 折灭无违还有非折灭虚空 那不止这个 其他的部派有讲久无违 那加起来有十几种 我们也下次再讲 那么这个道地 它是有违的 但是它是无肉的 所以基本上苦即灭到 如果一部派 它喜欢把所有的法分类 重点是不管是有肉无肉 有违无违 它都是真实存在的法 所以为什么无苦即灭到 无明无明进来见 无老死亦无老死进 它基本上就是 它认为这苦地有一个苦地法 极地有一个极地法 所以它会有所谓的见赐地 见苦地 苦地底下有无产苦空无我 极地底下有阴极生缘 灭地底下有灭尽庙里 道地底下有道如行出 我们下次会再讲 我是简单简单讲 所以它认为这个一一法 它这个是它的法相 苦地底下有四象 极地底下有四象 它这个是真实存在的法 波罗经否定的不是在否定四地 不是在否定涅槃 而是否定有一个真实有自信的四地 真实有自信的涅槃 是这样 所以波罗经在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是苦地跟极地是有肉有为的 这个是无肉无为的 这个是无肉有为的 大概先讲四地 今天只能讲四地了 还没有讲到完全 好 我们就先这样讲 大家在这边就好了 合掌回向 愿以此功德 普及一切 我等于众生 我等于众生 皆共臣伯道 皆共臣伯道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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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